其實從上個星期六 因為我們死亡人數 一下子就是在飆高的時候 那時候第一次公佈是38個 後來又滾動式修正變成37個 那一天其實很多人聽到的 死亡人數事實上 遠遠高於公佈的人數 早上聽說50還是51 對 沒有錯 因為大家其實可以從雙北 其實如果從那個殯儀館 它那個火化 因為它火化速度要非常快 或者醫院所通報的數字 這樣加一加 快發現在跟指揮中心上都不攏 那所以其實你可以看到 我們死亡人數 也有所謂的校正回歸 它的死亡人數不是 比如說它今天公佈 不是今天死亡 事實上它有的是在一個禮拜之前 那個通報死亡的 所以也被人家懷疑說 死亡人數有沒有蓋牌的問題 那好 我們現在其實 越來越多人注意到 為什麼在台灣的死亡率 就新冠肺炎的死亡率這麼高 我們的死亡率是高於 在亞洲四小龍我們是第一名 記不記得之前那時候 因為我們的經濟成長表現得還不錯 那蔡總統還說我們的經濟成長表現很好 我們是亞洲四小龍之冠 我們現在又拿了一個 亞洲四小龍的第一名 就是我們的死亡率 那我們根本現在還不要跟新加坡 我們一天的死亡人數就高於新加坡 這一年半33人 現在新加坡是33人嘛 好 那再比一個越南 越南跟我們一樣也算是這個模範生 我們比越南的死亡的人數都要高 就說我們的死亡率比越南都要高 所以發生什麼樣的問題 那所以這幾天呢 指揮中心一直在被問的 就是瑞德西偉 那他還在講說瑞德西偉 大家不要誤會了 瑞德西偉現在已經完全下放給 這個第一線的醫師人員可以使用 你知道他下放的時間是什麼嗎 是6月4號 6月4號事實上 那時候醫院已經擠滿了 這些確診的病犯 也就是說在6月4號之前 如果第一線醫師覺得要投藥瑞德西偉的話 要經過申請 要經過中央申請 所以他到6月4號 才把這個第一線 醫師人員使用瑞德西偉下放出去 而且我們的瑞德西偉也不夠 是大概這個禮拜 才再多增加8000劑 那瑞德西偉事實上 他8000劑不是可以打8000人 因為一個人大概要打7、8000劑 就是說大概也只夠 一千人使用 好 那另外這兩天就是這個 單株抗體 就是大家不曉得川普那時候不是 而且川普其實他病情還滿嚴重 那他那時候不是用雞尾酒療法嗎 那後來又活蹦亂跳 所以現在單株抗體 指揮中心也跟你講說 我已經進了 那今天我一直聽陳一敏委員說 他們去追 你知道單株抗體什麼時候才進來嗎 下個禮拜才進來 所以就是說我們一直在講 我們在這次的疫情裡面 我們會發現我們缺疫苗 缺病腸 缺開篩劑 結果我們現在才發現 我們這些相關的用藥 瑞德西偉也缺 單株抗體也缺 為什麼我們缺這麼多 而使得我們的死亡率這麼高 我是建議這些中央指揮中央 或這些專家 所謂的專家 我都懷疑他們是不是真的專家 你去看看外國的情況 人家已經搞了一年半了 哪些藥是有用的 哪些措施是有用的 哪些藥是沒用的 哪些措施是沒用的 不要走冤枉路 就照著人家 人家效果好像就學 就是了什麼關係呢 管他這個黑貓白貓 會抓老鼠就是好貓 那很多隱形的 所以他就不覺得 突然血氧就嚇了